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之 当然不值得辩驳 但也有不少文学爱好者 完全出于维护李清照的目的 在坚决否认这件事 这就有点复杂了 很多人不理解 有过那样情投意合的婚姻 骄傲的李清照 怎么会改嫁给一个军官呢 在我看来 金石鹿后续 恰好能够做一个解释 琴瑟和鸣的爱情 固然让人向往 但理论中 李清照的坚忍更了不起 中国人对于苦难的耐受力之顽强 经常让西方人感到吃惊和不理解 但到底为什么要忍呢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 至少在这篇文章里 李清照有着更宏大的目标 他凭着自己的坚忍 做了文化的守护者 李清照的坚忍 出于文化积淀造就的生命自信 古代的青铜器 比如钟鼎 兵器 以及石碑 合成金石 因为上面往往刻着 宋公济世的文字 常常被当作是文化的象征 金石鹿 就是李清照的丈夫 赵明成的一部文物学著作 书里整理了他们夫妻俩 收藏的上千种古代青铜器 和碑刻上的名文踏片 分别撰写的奇迹 前面有赵明成写的序 李清照的这篇序 写于多年以后 原原文本地交代了 这些金石文物 使自己和丈夫 怎样收集来的 又是怎样散落的 李清照在18岁 嫁给了利部侍郎之子 21岁的太学生赵明成 他们夫妻的关系也很特殊 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夫唱夫随 而是身份对等 文化相当 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文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先是记述了 他们年轻时购买古丸 是制衣取半千钱 步入相国寺 是碑文果实 归相对斩碗咀嚼 意思是说 这两个年轻人 把衣服拿去典当了几百钱 就到东京便凉的古丸市场 相国寺去买碑帖和甘鲜果品 回家就相对着把碗咀嚼 你要注意 这段话里是没有主语的 就是一连串的行动 这不只是古文的文法特点 李清照在这篇文章里 凡是写到两个人 志同道合的时候 就会省略掉各自的人称代词 体现出来的是共同的行动和亲密无间 最后那六个字 相对斩碗咀嚼 写得很耐人寻味 李清照不只是家庭地位和赵明成平等 而且两个人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深层次交流 李清照写他们是 面对面的把碗研究这些碑文 用的动词是咀嚼 这是诗人的双关语 碑文和果子是一起买回来的 所以他们既是品味古丸 也是在品尝果品 夫妇俩的文化活动还不止如此 李清照后面还写 鱼性偶强记 美饭吧 他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人天生博文强记 经常和明成坐在家里的归来堂上 一边喝茶 一边比赛 谁能先说出典故在古书里的哪一页 哪一行 赢的就喝茶 我赢了以后得意到举杯大笑 把茶水泼在了怀里 从最后这一句 你就看出李清照争强好胜的性格了 他们的这份感情和快乐 远在声色犬马之上 这个场面成了一个描写夫妻情感的典故 清代诗人纳兰杏德在一首词里说 赌书萧德 泼茶香 当时指道是寻常 李清照在这段回忆的最后说 甘心老实相矣 就是说 真想这样过一辈子呀 随着赵明成在各地做官 他们夫妻的收藏也越来越多 李清照说 我的性格本来就不耐烦 不喜欢吃穿的繁琐 也没有明珠翡翠的首饰 家里不积蓄香金刺绣的细软 夫妻所有的钱 都花在了收集保存珍贵善本文献和古种文物上了 后来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李清照的个性 并不像他的词作那样温柔婉约 后面我们会说到 他做事相当有决断 常常出人意料 这固然有个性原因 但也脱不开我前面说的文化上的自信 很可惜 甘心老实相矣 仅仅是美好的愿望 李清照夫妇生活在北宋末年 在他们结婚的第25年 金兵攻陷了东京汴梁 活着灰亲二弟 赵明成此时在山东做官 对着堆满屋子的收藏 在这样的情势下 李清照写他是 且恋恋且畅畅 知其必不为己物以 既愁畅又留恋 但又知道很难保存 很快 赵明成的母亲在南京过世了 两个人不得不前往南方去奔丧 这样的时局下 两个人几十年的收藏就麻烦了 那可都是些又大又沉的青铜和石碑啊 这些东西舍不下 不是因为值钱 乱世里文物不值钱 但金石之气 很多都是古代的礼器 象征着文化传承 落到了金兵手里 很可能会被毁掉 兵荒马乱之际 他们也只能挑价值高 重量轻的装了15大车 剩下的堆满了十几间屋子 果然金兵到来以后 这些都化为了灰烬 对比前面两个人 搜集金石的风雅快乐 我们读到此处 也很难不感到心痛 但更让人心痛的还在后面 辗转到安徽以后 赵明成被委任为浙江湖州之州 赵明成一个人奉旨入朝 要先去南京 把妻子和十几车文物 一起留在了安徽 临行以前 他留给李行赵的形象是 葛依暗金 精神如虎 木烂烂 光射人 望周中告别 这个形象是英姿勃发的 这是战乱里的生离死别 而且丈夫的气派 简直像是要去战斗 留下他茫然地 看守那些文物收藏 情急之中 李行赵突然冲着赵明成大喊 要是城里情况紧急 应该怎么办 赵明成回答 万不得已时 其次是衣服被褥 其次是书籍卷轴 其次是金石古器 唯独宗庙礼器 必须待在身边共存亡 这段话就代表了 古人的文化态度 礼器有最高价值 在于承戴礼仪的秩序 这是文明的基础 其次是金石上的名文 这是文化记忆 再次才是书画 万不得已的时候 最先可以扔的 反而是衣服被褥 这些生活必需品 这个顺序是赵明成的价值顺序 他们要保卫的 不只是现实里的国 也是文化上的国 很不幸 赵明成在路上就染了重病 当李清赵连夜赶到时 他已经病入膏肓 没有留下遗嘱 虽然对于丈夫 独自前往南京 李清赵自述心理活动时 愚意甚恶 就是心情很不好 甚至在赵明成 最后交代文物的时候 李清赵说他的姿态是 挤手摇硬 挤手不是挥手或招手 而是插着腰 手指横着 像方天画锦那样比划 这个词 一般是在教训人 骂人的时候采用的 这大概也是 他心情很不好 才会有的感觉吧 丈夫既把他当作是 不能参与国事的弱女子 又留给他女人在战乱里 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这一下 李清赵真的要独自 看管那两万卷书籍 和大量的金石文物了 他只能以自己的坚忍 实现对这件文化责任的承担 接下来的日子 就更艰难了 金石录后续 有接近一半的篇幅 都是在写丈夫去世后 李清赵如何跟着这些文物 一起辗转腾挪 在兵荒马乱之际 很多人都基于他携带的财物 官兵搜捕逃犯的时候 有的军官趁乱截掠了 他一半的收藏 有人夜里在墙上挖洞 又偷走了五香书画 除了应付这些名抢和偷盗 李清赵还在文章里 澄清了当时流传的 关于他们夫妻 把文物送给金国人的谣言 他想把那些礼器交给皇帝 甚至要乘船追到海上去 但是连金兵都追不上的高宗 他一个女人怎么追得上呢 他再怎么努力 也抑制不住这些文物 被损毁 被盗窃的命运 最后手里只剩下几本书帖 他还是一面自嘲愚蠢 一面爱若性命地保存着 应该说他已经竭尽全力 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了 所以我的判断是 对李清赵来说 想保住这些笨重的金石 唯一的选择 就是找个拥有武力的男人依靠 于是他才下决心 改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军官 这段历史并没有出现在 金石录后续里 但是出现在李清赵的一封书信里 跟他同代的其他文人 也有个记载 恐怕很难像 爱情完美主义者希望的那样 说他并不存在 李清赵选的是一条 更漫长更痛苦的道路 坚忍不是为了自己苟活 而是出于传统文化 形成了一种道德使命 所以我说 李清赵的改嫁 不只情有可原 而且更可敬 他了不得的地方是 当他发现了这个军官品行低劣 而且还对他家暴 就立即离开了他 这可能比今天很多女性更果断 那个年代 女人没有权利提出离婚 所以李清赵就举报这个人科举舞弊 即便自己也要跟着进监狱 当这一切过去了 李清赵才写下金石鹿后续 也是侧面的解释自己的苦衷 比起才华横溢 果敢好胜的少女 金石鹿后续里 这个刚毅坚忍的李清赵 一个有文化担当的千古文人 更让我动容 有这种写进文化情感里的坚忍 也才有抗战中 守护故宫文物大千玺的壮举 最后留到讨论题 你如何理解 为了承担文化责任 而做出了自我牺牲 期待在留言区里看到你的见解 下一讲 我们讲一篇归有光回忆母亲的文章